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者盛彈》 阿楓,都認識了你一段時間 看來靜靜靜靜 聊天才發現你也挺搞笑的 沒錯,所以很多時候 聊天才發現一個人鮮為人知的一面 到底是怎樣的呢? 那我們這個節目 《聊天才發覺》 一定會有很多故事可以聽 每一集我們都會邀請不同的歌手 甚至乎是一些你未必認識 但值得你認識的音樂人 上來和我們一起聊音樂 讓你發覺音樂背後的故事 那我們第一集的嘉賓 又會聊下去才發覺他的什麼呢? 第一集這個嘉賓 他是在加拿大成長的 後來隻身來到香港成為歌手 再到早兩年他再去了美國 進修音樂 他的音樂路和他的成長到底是怎樣的 我們今集就會慢慢探討 有請我們今集的嘉賓 林奕匡 仍然我帶你前進 仍然我帶你前進 天要當我帶將你開新樓 力量是你我都相信 如天注定我們走到盡頭 用力撞毀那天夢 親手自救 難得這段愛情 能爲這魔狗 如何會放得對你要 認命太荒謬 明明就是我的人 手到白頭 為著你 為著你我只怕將他都不救 窮一生之靈 憑一句樂意 你必須會再把握住 你必須多審 必須還著手 終生不如 天塌下来 只须玩在山 多谢Phil今天上来我们的节目 作为我们第一集的嘉宾 谢谢 这是一个很大的厉害 第一集 我一定要做得更加好 我自己很开心的 你上来做第一集嘉宾 因为我很喜欢你的歌 其次是觉得你的歌有一种静能量 静能量的信息是否你歌曲里面很重要的元素 有趣的就是 通常我们做歌的时候 没有刻意告诉那个填词人 我正想他说什么 我喝某些歌回的诗 可能是有类多好 或者是最近时间的囚犯 但是通常呢 我去写一首歌的时候 写完那个melody 然后交给监制 监制就找适合的填词人 我们是给他去feel一下 那个篇曲或者melody 由他们去选择 觉得林奕康唱出来的故事 什么会最适合呢 很多填词的朋友都会觉得 我去唱一些 比较正能量或者非情歌的讯息 是很适合的 有没有问过他们 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 是你的声音 例如高山低谷 很有正能量 高山低谷就 不是因为我的声音 而是 本身 阿谦 就是陈永谦先生 去作那首歌的时候 知道我的状况 知道 有多危急 那段时期 公司没有跟我说的 但他们私底下 跟阿谦说 这首歌不能反映 就是阿Phil最后一首歌的了 原来那时候是很危急的 那你去写吧 他那时候也很大压力 我心想 其实知道这首歌是下一首歌 但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收到歌词 为什么要出唱片了 然后他告诉我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 他这么久都交不到词 而且不知道怎么写 但是 固然之 他就写回那个故事 至于难得遇 这首歌的故事 和那件事 都是阿谦在宣传的 那时候是我们开会 他就说 其实 我已经入行了一段时间 我和太太拍拖了很多年 那他说 有没有打算有结婚的计划 那我说 是的 我想的 我没有说过 但是我想那一年去结婚 那他说 那不如做一首歌 那首歌是 你当是 好像王力云 他唯一 那一首歌 那首歌 那首歌 那首歌的音乐也很大 很大 那他说 你当这首歌 就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 你觉得 男人的浪漫 这个真的很难得 这真的很难得 有一位 那么出色的田杰 说我送这首歌 是你的结婚礼物 哇 没有加 那 但我还记得 你知道吧 寫几个Demo 都未必再选一首的时候 那未必是真的 对的嘛 那当时我交了两个Demo 希望两个可以选一首 谁知道两个都选了 变成两首的林郭 另一首是 第一个早晨 哦 那难得一如呢 就主 就是MV的女主角 就不是我太太了 对的 但你觉得是 是的 哦 那一首是 在我们去拍摄 结婚的照片 在芭蕾的时候 顺便拍摄的 哦 又是一个 只有一个 一生一世的 的机会 也是一个难得一遇的机会 是的 吃到这个 今天 KING我才发觉 是什么呢 KING我才发觉 Feel是来自小镇的 小镇跟你有一个关系 就是你成长在加拿大 但是原来是 加拿大一个小镇 对于你 之后来到香港 一个这么大的城市 或者对于你音乐创作 小镇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实在太少机会去接触表演 或者怎么样 但是另一个好处就是 因为没有什么惊喜 戏院也没有 那时候 真的什么都没有 在情况下 自己有很多时间 我很贵持的 我家人开唐人餐馆 这是很普通的事情 有些华人去到外国 早期移民 不知道做什么好 所以开唐人餐馆 那当我放学的时候 就会回去餐馆帮忙 过了吃晚饭的餐期的时候 大概八点多九点 就会回家 那我就会去练习 歌手 就是练习 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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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十点半就睡觉 早上六点多起床 就上学了 那时候的同学朋友都甚少华人 没有 没有 所以 不是说是特别奇事 但 怎样都会是没有那么多朋友 又或者是 不是很迷队 而令到我个人本身 缺乏一点的自信 然后 当我开始 学音乐表演 代表学校去比赛 拿奖回来 大家对我的目光是不同的 我是 感受到 原来 有一份自信心 音乐给你一份自信 因为 我以前 真的完全不敢 在别人面前去说话 你知道我说话这么差 现在看你很流畅 看不出有这段过去 真的 而一个人 他可以 不是一样东西都好 但他有一样东西 令他觉得很自豪 他很有 有准 没有触感的 自信 其实他人 是会 开心得 开心很多 还有 是有 是有趣的 我觉得也会 所以 音乐 种下的种子 在我的人生里面 就是 他永远都会是我一个 很开心的元素 他带给我很多 其他东西 带不到我的东西 直到之后 你再参加歌唱比赛 是否 算是难得一遇的事 可以 又吃多次 又吃多次 其实参加歌唱比赛 我是这么多年来都想做的 因为 觉得是一个 一个挑战 一个 学习的东西 因为外国呢 在其他华人的地区里面 新秀真的是 是最大的歌唱比赛 的节目 没有其他的 可能是选美的 只有两个而已 选美 或者是选歌 那 我还记得是 当我还在餐馆帮忙的时候 就是还没去读大学 还在小镇的时候 家人 给了一个很清晰的讯息 就是说 做音乐很不容易的 真的不容易的 是 我们这么辛苦 努力 去赚钱 这么辛苦 就是一个星期 可能花了一百个小时的工作 都是希望你和你哥哥 可以读到书 做到你想做的事 不需要像我们这么辛苦 是 我是明白这一点的 所以一直以来 在我眼中 音乐呢 虽然我很喜欢 但是 只是 只是兴趣 是 不可以作为事业 之前你的家人 他有没有 现在是很 很开心 真的 OK了 創到一番事业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想他们最开心的就是 不用再为我而担心 那 就是 头好几年 的确实是 他们是 很担心的 就是 他们 我记得我哥哥都会 静静地跟我说 喂 我看到爸爸是这样的 就是 咦 他已经退休了 应该生活是 无忧的 但是他好像 很省着 他一向都很省 他一向都很省 知省释弦 一向都是他们管教 我和我哥哥 但是 好像 特别 之后 就是 怕儿子在香港 没有钱 香港什么都很贵 所以 就 担心 怕我有什么事 其实应该 就是 去到这个年龄 我应该去照顾他们 不是应该要他们去为我而担心 所以 哇 这一刻 其中一个我觉得是 就是 做儿子的 就是 真的是 赚点了 那时候你刚来到香港 应该 有没有朋友 那时候来到香港 我的朋友很少的 很多都是我太太介绍的 我太太有很多 的家庭人 就是 亲戚在香港 她直接的家庭人在温哥华 他们就很好 就是当我为一份子 我去每个表演 他们都会去撑场 那些 那些 就是第一群的粉丝 对吧 没有他们都真的 真的差太远了 但是 太太也会笑 我 为什么你自己都没有朋友 是 没有啊 我做完事回家 就想回家见你 哈哈 这个说法很好 这个很好 他说 我明白的 我是开心的 但是 你要在这一行 你是要 也要 某个程度上 有一定的 outgoing 的factor 我不可以完全 只是躲在家 去做音乐 这个也是 某程度上 可能是我 最不开心的时候 最事业 最差的时候 是不想见任何一天 那 都不知道 如何跟大家去 去交代 或者 当天大家问一下 我近方怎么样 不是 又是这样 什么时候有歌出了 没有啊 那 不想去回答这些问题 就不如自己收起自己 其实这个是不健康的 某程度上 但是 最终你要在那个洞窃内 爬出来 要靠自己 那 真的 你跌到地下 自己要爬出来 那 如果怕面对人的 不够好 没有面皮 或者去求求 或者不肯 去 寫完歌 去试试可不可以 寫给人的 就永远都不会 寫给人的 you have to do it no one can help you 明白到 那么多东西的时候 大过仔 真的要去 的几心说 感激那段低谷 令到你有这样的反思 而且 踏出那一步 是很重要的 就是 想到自己 我应该要很 ready 然后才可以去 有些 我的成就的 就是我相信 不只是做音乐 有这个心态 有重要的 任何行李都好 就是 我们可以永远是 很多对别人指责的 哎 其实如果他帮我的 他肯这样的 他肯这样的 我会有机会的话 我就不用在这里了 我就可以好一点 没有的 做好自己的时候 you make your own luck 当你准备好自己的时候 机会子不然会来 好啊 这个时候 我们又听一下 Phil的新歌 《沉思者》 海中联过涌浪 雷电微雨 每日前着我 蠢 did my feelings 我如虹方 共esse 我 如果你不懂 相信希望 爱是想you 无所谨 我神指不怕 你招待这些真相 イacron explo 你有著我 我想知道 錯與對於我的思量 你怎麼看 每個位人留下 徹盡力氣 怒哩之中 苦怒翻飛 句句格言全都銘記 前人趕到你 雪到超出生如死 都一樣在喘氣 想知道怎麼落過不回報 怎麼努力的人 一生拼命 卻似對到 明白明白明白 世界不對等 我思考到路 想去離散 怎麼細數 愁水滴落錯圍到 聽過百條人生 哲理逃盡力氣 也要走到一殺轉機 每秒也懷疑 總推離 為求詩變禮 人正思想不會死 好感受在喘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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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這首歌是Oscar 是做主導創作這首歌的 整個主題 但我想知道 當初你創作這首歌時 有甚麼能夠引起你 才會這樣寫 其實 無論是《時間的囚犯》 又或者是這首的尋師姐 都是去年年尾的時候寫的 我記得當我們即將開project的時候 我們開始開會 我們給了一堆的歌給他們 他們就覺得 很多歌是好聽的 但我們想做些事情 因為很多林若康的歌 給人的感覺都是比較精能 不少這麼說 也可能是sweet的歌 但通常都是比較簡單的 比較簡單 而且沒有那麼多討論的空間 而某程度上 想增加這方面 在我的音樂裡面 某程度上 可能很多人未必 很深入認識林若康 某程度上 可能因為我自己比較悶 都是收藏在家裡做音樂 有甚麼值得分享 很少出來拋頭露面 但另一方面 跟他們開完禮會 他們都會說 其實你也有很多話要說 你當時加拿大 其實真的跟你聊天 有很多東西 原來你有那麼多興趣 但這些興趣全部都不拿出來 那些人沒有那麼多 我看不到我們其他一面 沒有那麼多地面 某程度上 想在這個項目裡面 去分享 這部分的我 或者是我平時的人 都會有很多理論 有很多東西想 所以就開始 當時是沉思的 所以就開始了這個 我們Working Title 叫Philosophy 哲學 吃到Phil 用我自己的名字 《時間的囚犯》 是我去提供 我想去寫的作品 然後這首歌 就是他想主導一點 但整體的作品 都是來自同學跟著的 當時我監製給了一個挑戰給我 他說 在接下來的項目 可否… 當時的音樂 有很多不同類型都有的 但可否… 給我一種感覺 給我告訴我 聽完覺得 你是在用你的生命 去寫這首歌 是很深度的一個層次 其實已經… 這個應該是很簡法的 因為他原本想說的話 我不是太明白 然後他說 你試一下 當你真的用生命去做一首歌 會寫一首歌 會不會怎樣 無論是寫也好 或者表演一首歌也好 你這樣說 我馬上明白你想說什麼 不可以一些很友善的 那些… 開心的 或者比較… 那些是叫做 K歌元素 可能是… 少許口唱完就算 不論是必須有些東西 但真的在裡面的一些同彩 拿出來是要跟別人去分享 那件事 你覺得在那些展示裡面有嗎 然後我心想 沒有,我想再寫歌 那你給我一個星期的時間 那他說 你想要拿一些也可以 兩個星期也可以 那我大概在中間的位置 十天 我是寫了七首歌的 十天裡面寫了七首歌 對,七首歌 而… 虎良打算是… 純粹是選一首歌而已 但他們在那七首歌中 找到三、四首喜歡的 所以全部都是有這種的… 有一種… 有… 有一種緊張在這裡的歌 所以… 就會有這種感覺 而… 很多人都會問 為何突然歌曲這麼深 沉思姐好像很大 正如我之前所說的 就是… 我們想要有討論空間 討論空間是甚麼呢 如果當你說 一雙手指握壓成拳頭能藝 其實沒有甚麼討論 就是… 打氣歌 開心的 可以是大家揮著手去唱歌的歌 我剛才… 我這支碟 剛剛這兩支歌 就不是那些 而… 另一方面就是… 沒有對和錯的 即是… 《時間的囚犯》 或者是沉思姐也好 都是在說… 是一種opinion 但是未必是… 沒有答案的 今天我們在這個現場 有很多鋼琴 我是想問一下你關於多些創作的事 你平時… 如果作歌 是不是都是用鋼琴去起稿呢 琴是一定… 最好的朋友 因為他容易去… 去visual 容易去伴奏 那些東西 通常我寫歌 我會先唱出來 因為我覺得一個… 清唱的melody 清唱的melody 因為我覺得一個melody 他就算沒有樂器 沒有伴奏 他都要 outstanding 他要吸引 而… 在… 某程度上 我知道有很多人 尤其是生了一代 就會直接在電腦錄 錄很多次 錄到一首 一句 他們覺得很棒的時候 就會… 就剪下去 剪下去 或者怎樣 我比較古屬一點 我喜歡用五線譜去寫出來 那麼多年來 其實用過的五線譜 可能書都十本八本 有一本 我前年去美國的時候 去讀Berkerley的時候 買了一本 特別漂亮的 我記住 如果這本這麼厚的書 原來左邊寫歌詞 右邊寫音符 我可以整本書用完 但是我已經寫了很多歌詞 一定是… 現在都寫完了 用完了 然後我要多買一本 現在買不到 但是… 寫完之後 然後我就會再用琴去彈 入電腦 然後再… 會再修改 我覺得一個 尤其是做pop的 melody 通常都要… 給一點時間 我自己可能 稍後 我洗澡的時候 參考 不是啊 都是… 好像這樣 好聽一點 要有些時間尋思一下 做一下尋思者 然後就整合一首好歌出來 又不是太暗了 現在的音樂本身應該是享受的 就是你會… 你喜歡做的時候 你對一個 melody 你會覺得有興奮的感覺 那其他人 都可能會 如果你做那個 melody 然後就覺得很苦惱 唉… 慢慢地的時候 大家會感覺到嗎 不如說說演唱會吧 我知道演唱會 接下來會有一個新的演唱會 嗯 是的 藍根森的音樂會是… 嘩… 真的很久沒有上過一個… 做一個自己的音樂會 觀眾都餓了很久 因為疫情 沒有一起去看表演 賣票的… 售票音樂會是… 上一次已經是一百年的事 所以… 不知道反應會怎樣 那… 開買了 然後第一場立刻的票都沒有了 那天我記得十點鐘 總之我教授了鬧鐘 我很緊張 然後我進去 看看售票成果 我也想支持一下自己 還有我也想幫朋友去 因為有朋友跟他們說 我家人可以買多少票 沒有啊 我們不能預訂這麼多 你也要上網買的 我自己也要上網 然後進去 糟了 原來要簽訂 十點鐘已經 好… 入地址 搞定 買… 已經沒有了 自己的票自己買不到 喔… 其實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然後公司也跟我說 好… 我們會加一場 加一場 那麼… 有甚麼再加… 加不到 因為那個檔期 那麼… 無論如何是… 覺得… 原來可以更多的 可以打開場 又或者是 原來有些朋友 都還未能看到的 那也是一件好事 放我來說 我可以很一心一言 我不用想賣票的情況如何 我現在純粹只做好自己的音樂會 想好我唱的東西 我表演的項目 這段時間 就應該不會有很多空閒事 在做其他東西 這樣… 希望可以給我一個… 最好的東西 我讓大家去看 本來我們的演唱會 其中一個題目 都是講挑戰的 所以… 對我來說 一定是… 要準備很多東西 即是準備了甚麼東西 到時大家… 先買一下關子 對… 對… 一定要下很多苦工的 對… 希望… 即這個… 今次無論 歌的排序 或者是舞台的設計 各方面 其實是有些心思的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我想多問一點 即是我們都會收集一些網民的問題 其實我們的節目 你剛才說到… 一開始有說 譬如你做音樂的時候 剛剛來到香港 其實也有一段很艱難的時侯 在香港做音樂 做藝術 其實可能很多年輕人 都面對這個問題 即是有沒有甚麼說話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即是他… 可能家人的壓力 或者他做音樂 但又入不敷之意 有些這樣的情況 我想是… 有時都要找一個平衡 即是當… 你很執著地想去進入這一行 而去一心一意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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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都未必成功的 自己… 有時自己去畫一個結尾線 說 這個時候我要做了甚麼事 如果做不到的話 那我要懂得放手 其實好像是… 通常我們說的就是 當然不要放手 當然不要放手 是 永遠保持著 但其實不是 我講的意思是怎樣 因為你做了這個決定之後 你… 會來… 你想的東西 會來得… 簡單了 就是… Oh… all or nothing 去盡去 你反而沒有那麼多想 之後會再怎樣 You did everything you could have done doesn't work 你可以去… 可以是… 離開或是不再… 或是不去追求 這個行列 其實是一個祝福 我覺得是 因為… 當初為什麼你很喜歡玩音樂 你喜歡玩音樂 因為你享受 如果音樂… 最終最終帶給你的… 是很多漫長的痛苦的話 其實這是一個… 是一個很悲哀的情況 明明是你開心的事 令你不開心 那未來的日子怎麼辦呢 可能你以後不想碰音樂 你以後不想碰音樂 我覺得是不正確的 所以… 當你去爭取 試試所有事情 如果它不成功 你可以… 自行做過的事 然後離開 你仍然會享受 那… 音樂應該是一輩子的 就算我做這一行、事業 我這個事業 也是一部分的事 但是… 音樂… 它自己和我是一輩子的 所以… 記住這一點 就算不可以做一個 career 不代表你要… 不再喜歡音樂 是… 從潛伸 謙伸 房間 是每表揚 原來是更荒誕 創生事會誇張 牽手的船永 戀世之中 哪個細心欣賞 為何是我不分 偏偏得到驚揚 愧那一位安徒生 故事篇寫得太動人 讓我不肯相信 天空不憐憫 讓我終於安徒生 繼續去忠貞做人 我會否可得到創天的虎幽 我都有勇氣 尚處一火山 借走高貴 尚未曾脫軌 我更要信未爬的天梯 會不久以後 一一發現 再青山 再生怪 唔… 歸那一位安徒生 故事篇寫得太動人 讓你將她走法 我那會感受 我亦去活得天真 继续去宗教做人 至少都可得到朝天地 无忧 眷顾命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